说到伊斯兰神圈国随着国际联军加强打击力度 这个恐怖组织占领的土地正逐步的缩减 伊拉克政府宣布成功解放西部安巴尔省两个村庄 成为费卢节光复之后另一项军事捷报 军方宣布星期五的军事行动 成功从恐怖分子手中重夺两个村庄的控制权 并持续逼近对方强占的土地 美国宣称国际联军目前已经重夺40%的土地 但在叙利亚IS依然顽强抵抗 并在历史名城帕尔米拉附近 击落一架由俄罗斯军人驾驶的叙利亚直升机 造成两名俄国士兵殉职 俄罗斯国防部指出 当时直升机是在霍姆斯执行任务 但因为弹药耗尽才会遇袭